各位大家好 歡迎來到卡治歐15分鐘雲端小學堂 15分鐘讓你學習一個新的主題 輕鬆而無負擔 今天主要講的主題 如何將音樂CD轉成MP3 將音樂CD轉成MP3檔案 這是今天我們主要講的主題 在開始課程之前請各位先確認你的系統設備 卡治歐這邊使用的電腦操作系統是Windows10的作業系統 我們要使用的轉換軟體 是Windows10內預載的Windows Media Player 然後你的電腦必須要一台光碟機 然後你必須要一張合法的正版的音樂光碟 如果各位都準備好的話我們就可以開始我們的課程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檔案總管 當我們的光碟片放進光碟機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這種所謂的音軌的檔案 那我們等一下介紹的課程就是要將這些音軌的檔案 轉換成MP3檔 那我們要轉換的使用的軟體 就是Windows10內建的Windows Media Player 請各位點選左下角開始的符號 在Windows10裡面它這邊有一些英文字母開頭的 那請各位點選英文字母開頭你就可以來到了這個 所謂的標籤選單 那請各位選擇 W開頭 的字眼 到了W的區段我們就可以看到 Windows Media Player的軟體 那請各位點選這個軟體 如果各位也是第一次啟動 Windows Media Player 那它就會出現一個這個歡迎畫面 那請各位選擇建議的設定 然後按完成 然後它就會開始執行了 等它執行好之後它就會打開了Windows Media Player的畫面 請各位看一下 左邊這邊會有個光碟機的符號 我們放進去的光碟片請各位點選這個光碟機 在我們開始轉成MP3檔案之前我們必須要先做 兩樣設定 然後請各位點選擇擷取設定 第一個設定是音訊品質請各位選擇音訊品質 然後選擇最後一項最高品質 好 第二個我們要做的設定一樣是在擷取設定裡面 請各位選擇格式 格式裡面有看到個MP3 也就是說我們待會所轉出來的檔案要轉成MP3格式 各位完成擷取設定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將我們的音樂轉換成MP3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預設是將 整片音樂光碟做轉換 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在這邊做兩首 音樂轉換的示範 首先我們先將這個全選鈕點一下 它就會將所有的選取取消掉 那如果你是要 將整片音樂觀碟做轉換的話 你只要再點選一次 那它就會全選了 好 那我先將它取消掉 我只要將第一首 跟第二首音樂做轉換 這個時候我已經選擇完成 選擇完成之後請各位點選擇擷取CD 這個功能選項 點選下去之後 在這邊 有個擷取狀態 它就會告訴你目前的 動作 它現在是在做擷取中 好它現在在擷取後 這邊會告訴你它目前完成的百分比是多少 在剛開始 它的動作會稍微慢一點 可是當它擷取之後 它的後續動作就會比較快 現在我們第一首歌已經擷取到70%了 剛各位看到 擷取狀態 為以擷取到媒體櫃 然後前面這個 勾選的被 自動被取消掉就代表這首歌 已經幫我們 完成轉換的動作 好那這兩首歌我們都已經轉換完 轉換完成之後 請各位打開你的檔案總管 請各位找到你的 音樂資料夾點進去 我將畫面縮小一下 你看一下 各位你看到一下 他的專輯 叫衛生 Mission 這邊有沒有看到 Mission OK 這個就是 這個專輯轉出來的 位置 在你的音樂 專輯名稱 請各位點進去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音樂光碟的第1首音樂跟第2首音樂 已經成功的被轉換成MP3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課程 謝謝各位 請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